老杨到处说,来说一段历史的掌顾 也是冯继长先生的这个奇人奇事的传奇的一部分 老杨说故事谈的是个热脸贴到冷屁股 天津卫有一位从来没有笑过的人 他的外号叫冷脸 好吧,话说呢,在天津卫的码头 南门外有个铁匠 四十多岁,怪人一个,他从来不笑 脸总是阴着的 人们就叫他冷脸 冷脸铁匠啊,他不是脾气怪 才没有笑脸 他打小就没有笑过 无论什么事,人都笑了 甚至捧腹大笑,笑破肚子,满地打滚 哥们他什么也不笑 他那张脸好像是用铁皮敲出来的盘子 又黑又硬 晒个铁面人 能源铁匠是从哪来的呢 是从保定府来的 河北保定 在天津卫至少待了二十年 人有点倔 性子闷 不耗结交 独来独往 没有人知道他的来龙去脉 后来啊 不知打哪儿 传出一段他不会笑的根油 怎么说呢 说这个铁匠 他爹是钉马掌的 四五岁的时候 站在一边看他爹钉马掌 突然那只马 泛起性子 一撅一翘撅子 后体子就踢到了能年的脑袋上 光击一下 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救过来挺在船榜上 不动静 不睁眼 滴水不进 请了个大夫回来一号脉 说没命了 顶多三天 阎王爷就把他领走 这边就开始要料理后事了 可是这三天之后 他没走 还有气 这七天过后 居然睁开眼 醒过来了 翻身下地 走路 说话 吃喝拉撒 一切造就 但就少了一样 从此不会笑了 所以人家说 他的笑 他的笑脸 给阎王爷留下了 这个说话听起来像那么回事 对不对 没有人敢跟他去核对 因为他从来就是板着一个脸 阴乎乎的 也不跟人家结交 好了 铁匠能脸 刚来天津那年 有几个魂不愣小子 不信他绝不会笑 有一天摸黑 吆喝一下 一下就把铁匠 嫩在地上 一起嘎叫他 想办法叫他笑 可怎么嘎叫他 他都不笑 直到把他嘎叫他 上边流泪 下边尿尿 大喊求劳 但还是不笑 这几个魂不愣小子 无可奈何 只能停住了手 大家都认定 组织鉴定 这家伙到死 也绝不会笑 各位 不会笑是怪人 但是这位怪人 还有更怪的事 他有一个爱好 就是好听相声 你怪不怪呢 你说 他不会笑 就偏爱相声 但凡人们喜欢听相声 是为了笑 为了姐妹 但不笑 他听相声 为了骂呢 练笑吗 谁也搞不明白 那这位铁匠能脸呢 品性不错 不赌 不嫖 不贪悲 每天干完活 有点清闲 弄讲个子 就钻进 说相声的园子 找个凳子一坐 听个几段 起身 回家睡觉 园子里的人 都认识他那张 半死不活的能脸 而这张脸 好像是专门 跟说相声的找别扭 说相声的最怕是怕什么 怕人家不笑 怕人家不热 说了半天 你不热就等于人家的包裹 包袱不赢 不梗 活死的不绝 栽在人的面子上 在天津卫码头 谁要是和说相声的做了对 一般就情况之下 就找几个人坐到原子里 死活不乐 诚心呛火 黑到了没钱 就找几个魂不愣小子 坐在那不笑 原子老板只能打发几个钱走 但是呢 这么一来 这冷脸呢 可就跟说相声较上劲了 天津卫所有说相声的高手 卢林开头的时候一个一个不信 跑到蓝门外 看谁有本事把能脸给逗乐了 结果一个个丢盔卸起啊 掉头回去 于是蓝门外有一句邂逅语 说相声的动能脸至少别扭 可能只有能脸自己不知道这句话 其他人都知道了 说相声的不敢来踩这个牌 北京呢 就挨着天津 怪灵怪事就传到北京的相声圈 天朝脚下谁都知道有这么一个人 北京当然有不少相声高手 谁都不信 这世界上还有一个怎么斗的斗不乐的人 就来了 一个斗跟一个捧跟两位 这两位早先在厂殿 在天桥早已经成名立万 先甭说说学斗唱的功夫都是超一流 单凭长相也很不一般 斗跟的呢 又高又瘦 像个瘦猴 人偏姓猴 跟猴宝林没关系啊 捧跟的呢 又矮又肥 像个胖猫 人偏姓毛 江湖给他俩一个绰号 叫毛猴 北京不是还有种 那 残退做的那种人见人爱的小玩意儿 毛猴吗 所以呢 这毛猴这对一胖一兽 这北京的外号 叫的三想 谁都知道 超一流 说谁斗唱 诸如此类 好了 不信呢 这毛猴这对哥俩 来到天津 一到天津 直奔南门外 就在喜福来 喜福来 开说了 头一天 台下的坐满人 北京的角 外都来了 大家来捧个乐场 冷脸 听到信 也来了 不少人都知道 毛猴 是冲着冷脸而来的 但是只有冷脸自己 完全不知道 可他 在台下这么一坐 正式就摆开了 毛猴上来 在台上一站 一高 一矮 一肥 一瘦 一惊一傻 就惹得哄堂大笑 这毛猴他聊 往底下一看 心里咯噔了一响 满屋子七十八张 七八十张 热红红的笑脸里面 有张脸像铁板似的 又黑又冷又硬又阴 不用打听 这个家伙就是冷脸 毛猴他们俩想 今儿是不是真遇到客星了 可是这毛猴呢 都是二十年三十年老江湖了 什么没见过 先不管这脸 轻轻快快 有说有笑之间 啪 甩了一个包袱 甩的意外漂亮 豆梗 人全笑了 唯独 冷脸不笑 毛猴的目光少见了 互相递个眼神 表面不当事 接着又说笑 不经意中又甩了一个包袱 这包袱是使得又巧又妙又绝 看得出了老道 饮得哄堂大笑笑声不绝 可是冷脸还是不笑 这毛猴啊 见了还不当事 接着再来 下边的包袱的毛猴拿手的 听一百次笑一百二十次 毛猴都已死尽 全场爆笑 笑声简直要先去屋顶 毛猴在看 冷脸居然晒个睁着眼的死人 毛猴觉得不好料 直到今儿弄不好要栽在天津未了 心里没根没底 接下去还有什么算什么吧 老段子新段子文段子分段子 加上不停的献挂 直说的脑门流汗嗓子冒烟冷脸 还是那张冷脸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 那个斗梗的瘦猴的 索性对的冷脸 抖了一个砸锅卖铁式的包袱 我说这位爷 你要是再不笑 我俩可真是要脱裤子了 全场又是一场大笑 这个时候 冷脸忽然站起身来 板着面孔拱拱拳 您二位说的真棒 谢谢了 我退了 话说完 离起身 离坐走了 到了 出门 扭头 也没露个笑脸 毛猴 这两个人站在那 下不了台了 这回到了天津未算 是摘到了家 只好两个人 搭拉着脑袋 回北京去了 自打毛猴走后 没有人再赶到 蓝门外说相声了 好了 天津未码头 每一个人都把冷脸 说得越说越神了 好像冷脸是天生的 相思杀手 可奇怪是打那天起 不但是蓝门外的相声园子 全天津的相声园子 在一有人在看到这位冷脸铁匠 有人说他远走高辉了 也有人说他哪都没去 还在人门外打铁 只是绝不在听相声了 这事呢 就被大家琢磨了 那天他要是真夸毛猴的相声棒 干嘛不笑 他要是真的不会笑 干嘛非来听相声 他要是真的爱听相声 干嘛从那天起 就跟相声一刀两断 后面这几个问题 到今天 没有人答得上来 当时答不上来 今天我估计更是答不上来 各位看官 感情冷脸真的不会笑 过德纲一千 叶云鹏们 德云社一众大腕 也没办法让他笑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真是天下一打其人 天津为码头一打其人也 好了 能脸品性好 不赌不嫖不贪悲 但就是不苟言笑 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活到今天 我个人认为应该推荐他去 中纪委 去办案去 这样的人多个几个不苟言笑的 不赌不嫖不贪悲的 不收钱的 多来几个 中纪委 各级的纪委 就出不了像董宏这样的人了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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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